阿章哥你覺得我像什麼車 0 比阿咪更壞 阿咪彈到這車 你要說什麼 我是說007的車 終於天望天后排排座 就是會冷不妨來一下這種梗 笑翻全場 不過仔細看這卡司也太華麗 各位現在是非常幸運 因為看到演藝圈的這個歷史博物館 在這邊 中正紀念堂在這邊 好不好這邊 活化死 都是三級古蹟咯各位 每個人都是演藝圈活歷史 包含王偉中 詹仁雄 陶晶瑩 沈玉玲 藍心梅 出席TVBS歡慶30週年的娛樂論壇 一同解密台灣娛樂節目的演進史 尤其藍心梅主持的節目已經21歲 我最難忘的就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從19歲 就是那個露開 從19歲就一直跟著我 看著她長大 看著她交男朋友結婚離婚 然後離婚再發就好了 從收視率毫不起眼 到現在成為長壽節目 藍心梅最感謝團隊一路相伴 來看什麼樣的新聞這樣 後來廣告慢慢進來 初期的秘錄藍旅 到後來越來越多大咖上節目 TVBS一路走來30年 未來也會為觀眾呈現更多 快智人口作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